花盆种番茄 家里的番茄已经摘了第六茶了 今天简单处理 让它再挂三茶 可以让盆栽种植的番茄 一年可以摘六个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其实在家里养花 很多日常的工作 往往很难表达出来 今天早上我上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开始清理我家的番茄花盆 因为昨天家人 小妹一家回来 再摘了好多的番茄回去 然后我家的番茄 本来是红彤彤一大片的 现在就剩下几个大果了 其他都没有了 其实盆栽种番茄 您要记住 日常的管理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摘完果子之后 只要处理好 那么您家的番茄 还能再摘好几茶 首先目前我这个番茄 就已经有一部分枝条 已经比我还要高了 所以已经长到了一米七 接近一米八左右的高度 这部分枝条还是弯弯曲曲的 如果算上这个弯曲的地方 已经远远比我高了 所以盆栽种番茄 不要以为这么小一个花盆 就种不了 其实五加龙的花盆 种番茄就刚刚好合适 主要是您的肥料要跟上 昨天他们把所有的番茄 基本上熟的都摘完了 这里就剩下一点点 其他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早上 我把我的番茄 增加了第四层的架子 增加了一条绳子 让它们可以爬到第四层去了 第四层是高度 大概是一米四左右的高度 然后剩下这里还有三四十厘米 整个增加之后 才发现有些枝条 已经可以上第五层了 但是不着急 先处理一下 然后把它们绑到绳子上 很多朋友养番茄 总是觉得无所谓 让它随便养 但是您知道吗 只有这样子上架子了之后 这个番茄才能 造得更多的阳光 充足了阳光 才是番茄挂果的一个关键 您看这里又是开始一些 新的果子了 然后如果处理好 这些果子又会很快的成长起来 把番茄绑到新的架子上次之后 我们就要对番茄进行简单的修剪 这里修剪主要就是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下面那些比较老的叶子 要及时的去掉 比如这一条 当然番茄连手掰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用剪刀 这些老的枝条 甚至上面还有一些线从那里 所以应该及时的把它去掉 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营养留给它开花结果 第二就是这些测枝 我们非常简单 就会发现番茄上面的 无论是靠近土壤边缘的 还是上面的枝条 都很容易长出这种小测枝 这种小测枝并不大 但是它会极大的损耗我们的营养 要知道番茄不要测枝 这是定理 只要番茄的测枝都去掉 只长主干 那么您叫番茄挂十叉八叉 没有问题 在修剪叶子的时候 很意外的发现 这个浅叶营又来了 这个对番茄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而我们剪下来这些 有浅叶营的番茄叶子 大家记住了 不要拿去堆肥 因为这些叶子里面有虫瓦 如果你拿去堆肥 这个虫瓦是会孵化出来的 最终您会发现您家的番茄 这个东西就怎么杀都杀不完 这个一定要切记 把番茄的上半部分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土壤稍微的进行处理 不要以为土壤疏松 我们就不需要吐离了 因为盆栽种植跟地栽种植不一样 我们太依靠有限的土壤了 所以定时需要对表面的囤土进行疏松 尤其是土壤表面大概是5厘米左右的位置 这样子能导致我们的番茄更好的保水 这个就是鱼肠制作好的肥料 这个肥料老实跟大家说 跟其他的肥料有点不同 在这个时候 番茄的这个时候 最好就是用鱼肠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它在开花结果 千万不要用那些含氮量很高的肥料 比如那个黄豆肥啊 或者是芝麻肥啊 这些肥的蛋含量都很高 但是鱼肠肥的蛋含量就比较低 最适合这个时候的番茄开花结果 所以给它一勺之后呢 灵魁发现我们甚至连 磷酸二氢钾都不需要 直接放进去 盖上土 浇上水就可以了 这一颗同样如此 挖开一个洞 给它一勺 这样一勺的那个 灵甲含量已经很高了 就不需要再处理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 我在家里没有那个鱼肠肥怎么办 毕竟呢 鱼肠肥第一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第二呢 发酵的时候 如果不懂方法 是会非常醋的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 那么您可以适当的准备一些 磷酸二氢钾 去促进开花结果 当然呢 像我在家里我有条件呢 我可以两者都使用 就是花盆里面埋鱼肠肥 然后上面就喷这个磷酸二氢钾 给它 直接给它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概这个两生的苦 也就一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大概量 然后再适当的准备一些 流体棚 流体棚对植物开花结果非常的关键 当然这个时候 您也可以适当的给它一点那个 盖肥 也是一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大概比例是两千分之一的磷酸二氢钾 加两千分之一的那个流体棚 这样子组合就可以了 然后加够水 我们就可以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后来直接喷到我们的植物上面 磷酸二氢钾可以促进植物的开花 以及结果 而流体棚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做果 很多朋友的番茄或者种果 所以总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很多时候就是那个 盆元素的缺乏 当然这个时候的肥料您可以适当的往里面加点洗衣粉 或者葡萄糖都可以的 葡萄糖可以促进光和制作用 促进营养的吸收 而洗衣粉呢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肥料更好的附着在植物的叶片上面 当然呢番茄可能叶片比较大 而且番茄的叶片上面有毛 所以这水分呢 很容易挂在上面 这样子呢 不用那个洗衣粉也可以 有了鱼肠肥 以及磷酸二氢钾的双层保护之下呢 我这个番茄呢 估计很快有个爆满的花 很快会长到两米左右 番茄最高呢 可以长到两米五 基本上每十厘米左右呢 就可以挂一批果子 最多呢可以挂十八批的果子 当然呢 要看您的营养能不能跟上 如果营养跟不上呢 即使挂果呢 也会出现落花落果的问题 当然呢 也包括了虫子的问题 您刚才看到的前叶营呢 您一定要小心又谨慎 我在家里养番茄呢 唯一一年出问题呢 就是前叶营没有处理好 然后就最多中导致的番茄呢 明明挂满了果子 但是质量口感数量都达不到标准 所以盆栽种番茄其实难度并不大 要让它挂十茶八茶 那更加是简单的事情 当然您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奥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